我来为台北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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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上韩国光州世大运舞台 台北市长柯文哲喊话 2017年台北已经准备好了 现场反应超热烈 2017台北世大运 台北欢迎大家 谢谢 2017年台北世大运是全球大学运动竞赛最高殿堂 不管是参与国家还有比赛项目 都是仅次于奥运的高层级国际赛事 同时因应人才招募需求急迫 主办单位举办多次工作人员招募活动 这一次世大运总共招募19个处 然后总共有65个职缺 那我们总共需要人数有143个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就是具有语言能力 然后想要跟世界各地大学的青年学子 运动选手做接触的一些对体育有热忱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赛会 进来的人呢我们会提供给他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的福利 包括说三节 然后年终奖金也会有 甚至我们也会有绩效的绩效奖金 那有人甚至绩效奖金可以高达两个月 然后年终奖金1.5个月 所以光是在做世大运的人力的 他的年终部分可能可以领到三点多个月这样子 那包括说我们也会办员工旅游 然后电影欣赏一些基本的符合劳资的福利 公司这边都会办理 两年前知道那个世大运的这个 志工招募的时候呢 我本身已经在知道讯息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已经报名先登记志工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现在知道说在能力上面需要有一些资源 那刚好我的工作的部分呢 是比较有相关到来处理这些赛事的一些服务部分 那我认为说可以尽一份一个市民的一个力量 来贡献自己平常的一些累积的经验 来这个赛事上面是希望有点帮助 所以我就来应征这个工作 我本身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是运动员 然后我对这种运动赛事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而且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然后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人 我觉得对我未来以后想要走的领域跟方向有帮助 然后我想因为这也是市政府里面的一个项目 所以他对于我未来的人脉啊什么 也都会非常非常有帮助这样 因为我自己对运动还没有兴趣 然后之前有在中华之方有去做过 所以刚好有这次机会 我也想要从事运动方面的活动这样子 那我觉得世大运是一个就是世界上 就是非常仅次于奥运的一个比赛 那可以增进我对就是世界观啊 还有一些工作经历的部分 因为现在才大学毕业没有多久 那觉得可以接触这个的话 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会很有帮助 台湾近年来积极申办国际活动 着眼推动城市行销以及国际能见度 未来更多世大运职缺讯息也请锁定 1111人力银行